继续聊聊 今天旁边的情况 这里说的都是 韭菜打板 在掌停板里面 寻找属于我们的机会 因此呢 屏幕里面 看的 或者说摆放的 列出来的 应该是掌停板 这里面呢 今天 三个三板票 一下子 由前面的 七板八板 一下子又说到了 现在的三板 离二板 就是那么一点点时间 所以呢 从我们这个打板的角度来讲 或者说 或者说 从它的概率来讲 这三个票 这三个票 你不管是什么情况 今天 可以这样 照着上当 不用考虑它是对 还是错 三个空间板 三板的空间 基本上 可以无脑上 九块 七块 十五块 多 价格 不算高 因此 这三个票 对于我们打空间龙的朋友来讲 就是计划好 仓位管理 基金的配置以后 就是盯好盘 专门就专门就搞到这三个 这个是一种理念思维 或者说搞空间龙的 这种韭菜打板的一个 基本的反应 不用考虑太多 因为你这些情况 已经不需要过多去考虑 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 二板的上来的 就有这么十个 其中的这个西银股份呢 它没有封住板 进架的时候是涨停板 但是没有封 没有封 这里面呢 西银宝塔跟韵贝 这三个 这三个是这一两天里面 比较强的一个概念板块 军工股 一个 而且西银宝呢 是前段时间 军工的一个龙头 主要是兵器集团嘛 正宗的 然后宝塔呢 现在 很多人说 它是这个军工的龙头 现在有待去考虑研究 跟踪 西安卫相关的 跟这个军工有关的 其他一些强势股 都没有跟上来 比如说 湖南天燕这些 中明航舰的 以及这个航母各方面的 没有跟上来 所以这两三个呢 显得有点 孤孤零零的 这是一个 上面这些呢 是新创的 汽车产业链的 是吧 华东速控呢 这个是工业母级的 整体来讲 整体来讲这个票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亚 制造 一直以来工业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强国的 必须的一个行业 所以你在做这个 不管是短线或者中长线来讲 这个板块 工业母级 应该是看好的 看好的 保持一个长期的看好的 一个观点 一个观点 然后呢 这下面的两个 保民科技跟这个山东华旁出于是公告 公告票 我说过这个山东华旁啊 你盯好它 已经顶了两个一字板 它是公告控股里面的出来的 所以山东华旁 在这二板票里面 二进三的里面 摆到上面去 盯好它 前面的三个是无脑上单 称语讲的是韭菜打法 空间笼子 建一个就打一个 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呢 少好我们的三条纪律 一个是无板不看 一个是只打水上票 第三个是不板不打 有些朋友呢 讲到这里面 老是问的是什么情况 反正你有什么疑问的 就在留言区里面留言 我尽量去答复 也不用考虑什么面子的那些问题 没事的 各个人都是从零开始的 谁都是从零开始的 是吧 本身我们的就是韭菜 韭菜有什么可怕的 是吧 大家有很多东西不懂的 我也不懂 是吧 直接讨论交流 现在在前面的十三个票 这一板里面 不用怎么讲了 这些票就是我们明天 重点的 在一件二的时候 二板打上来 也好 二板 你就开始 手板的 我说过 因为定位的原因 有待于我们的去 等待他 第二个接力的情况 也就是情绪 是否继续往上找 所以很多时候 手板 除了非常强的一些模式 哪些 比如说一字板的 踢板的 还有我前面讲的松响炮的 还有多方炮 以及拖板 踢寸板 这些作为手板的情况下 可以重点关注 其他的 基本上就把它归纳 当我们一个榜面里面 现在是五十五个票 五十五个票 就是我们明天操作的范围 四千六百 四千七百多个票 一下子就浓缩 为什么这样 就是我一直兼提的一个观点 在掌停板里面 寻找我们的机会 这些五十五个票 哪些是你的模式票 这个时候 你就去盯相应的 比如讲 有些朋友说 三板的不是我的模式 三板票放到一边去 没有这三个 我专门搞二进三大 好 那么这二进三大的十个票 就是你明天盯的 注意啊 我们明天能操作的 需要操作的 只剩这十个票 其他票 基本上不要过多去关注 有一些元气龙头 可以放到一边去 稍稍留一下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 盯好 关注 好 守好 这明天是要超短线操作的 我说的是打板 这些票不上板的话 不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你可以进家的时候 快速进来 但是 不一定是掌停板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半路上车 跟打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一个区别 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干他手板 干他手板呢 刚才讲的 4700多个票里面去盯手板的票 确实实是有一定的辛苦 所以必须为自己的这个看盘系统 配备相应的协助自己看盘的一些预警公司 比如我在群里面 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提到的 我们做手板的最基础的双响炮 是吧 以及七寸板这些都必须放上来 因为这些票一出来 就是我们重点去跟踪操作的 是手板的 手板票 所以在这里面呢 你要在这么多票里面搞个手板 一定要在远价里面配备相应的公司 有些朋友说我直接按这个涨幅板 或者说什么 这个涨幅83呢 这里面呢 一起放过来 哪个跳出来 我就干哪个行不行 都可以 是你自己的一种模式 不会去否定 也不会是怎么去评论 你用习惯 用的 喜欢的 你就去用 我这里聊的 就是我个人一点体会 以及感悟 是吧 这些都是基于酒菜打板 没有太高的技术 也没有太深奥的理论 简简单单的就把我们的涨停板 就做好 但是 这里面要强调一下 你炒股票 目的是盈利 有计划的进行投资 但是投资呢 它有个风险 所以风控相应的就依赖于这个模式以及仓位管理 每一个票可能会打中一些连续的涨停板的 三四个板的都会有 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在这里面强调一下 这个票能涨几个板 我们不一定会把所有基金都在里面 每个人的基金呢 配置不一样 基金量不一样 有些三万五万 有些十万二十万 有些一百万一千万 都有 你具体去根据自己的基金 安排相应的操作 你要打板的就用打板的面对你的股票 同时你做其他的波段的 你用波段的思维去处理好相应的票 两种方法没有矛盾 只是每一个人去处理相应的模式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计划 这两个三个模式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就相当于一个人煮饭跟炒菜 虽然都是吃的一餐饭里面的东西 但是炒菜跟煮饭没有一点关系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在这里面强调就是 大家如果在操作方面 或者说在形成模式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看一看其他股有的股民朋友的一些议论 一些评论 一些观点 都参考他们吸收人家的优点 同样道理 我们韭菜打板有着我们的优点 但是也有我们的缺点 我们尽可能的发扬优点 把我们的自己的短板缺点 尽量尽量的减少 或者纠正